一台新酒 平均花費八萬零七百四十一元 南部再少一點 一年平均八萬零兩百四十八元 包含前一陣子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有人力缺工缺缺工缺料的關係 那相對現在更嚴重的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影響到一些國際市場 導致車上的一些原物料都提升了 根據分析車輛支出費用 以加油費跟充電費為大宗 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元 增加到三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元 多了三千七百九十九元 包含維修費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九元 比之前的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元 多了一千零四十三元 其中電品漲幅三到五成 輪胎二到四成 電子產品三成左右 我要是因為環保關係嘛 導致現在車種設計出來的一些料件啊 大多數都是以環保為主 那再加上現在的新車因為科技嘛 所以就一些電子產品越來越多 車上的一些配件越來越多 保養起來的消費一定會比之前的老車 保養起來還要高 去年全台自小客車數量 六百九十六萬台 比一百零九年增加二十一萬台 買車數量變多 民眾願意花錢在舒適跟自由的 用車環境 不過未來養車得掏更多荷包 三零新聞 郭宣室 台灣台北